我们利用辅助线制造辅助图形 来帮助我们证明 请看这个题目 若三角形ABC 角A是90度 AB等于AC BD平分角B BD是角平分线 求证AB加AD 就等于BC边 各位可以想想看 辅助线怎么做呢 角A90度 AB等于AC BD是角B的平分线 那么AB加AD就等于BC边 你可以暂停想想看画画图 想想看辅助线在哪里 公布提示 我们看到有角平分线 还有直角 我们可以 制造全等三角形 还有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就是从D做BC的垂线 做DH垂直BC 好 辅助线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DH垂直BC 你可以再想想看怎么完成证明 怎么利用这条辅助线 的辅助图形 来证明AB加AD就是BC长 这条辅助线 好 我们公布证明哦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做DH垂直BC 那根据AAS全等 三角形ABD 全等于三角形HBD 所以AD呢就换到DH 就说你这个DH辅助线制造了 三角形 BDH 然后这个辅助图形 然后看ABD形成全等 然后这个边就换过来了 好 那因为 脚A90度 三角ABC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脚C是45度 所以CDH也是个454590的 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DH又换到CH来了 一样这个辅助线DH 形成三角形DHC 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辅助线就是会制造出辅助图形 然后利用定理 那这些线段呢 发生这种转换 DH换到CH来了 所以AD经过全等三角形换到DH DH经过全等三角形换到HC 那AB又等于BH 所以AB加AD 是乎等于BH加HC 也就等于BC边 所以我们清楚看到这条辅助线DH 它制造了 辅助三角形 BDH 跟辅助三角形CDH 那怎么发生呢 线段的等长变换 AD换到DH 再换到CH 然后AB换到BH 发生这些 转换 就完成我们所需要的证明呢 所以我们是利用辅助线 制造辅助图形 利用定理 让线段之间 发生转换 来完成我们的证明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